大家好 爱吃一带小猫军用和大家见面了 最近邱慈炫 韩志明 韩孝舟 朴宝英 BH画报大片 四个人的状态都好得不得了 同穿黑色 脸部状态也太好了 看出来这几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这四位演员都是韩国演艺圈的佼佼者 在画报中 他们的状态非常出色 面部肌腹 水润有光泽 让人惊叹不已 邱慈炫作为跨国演员出演的回家的诱惑 却是许多网友都熟悉的魔性电视剧 虽然舞蹈跳的不专业 但是还是圈粉无数 他还嫁给了中国演员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 邱慈炫的童年并不幸福 他的父母重男轻女 对他的出生并不感到喜悦 在失去了年幼的妹妹后 他的父母更是将所有的不满和愤怒 都发泄到他的身上 然而这并没有打倒邱慈炫 他从小就展现出了对表演的热爱和天赋 在进入娱乐圈后 他通过不断的努力和磨练 逐渐在韩国的影视圈展露头角 然而他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 他曾经历过许多挫折和失败 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和信念 正是因为他的不放弃 才使得他能有如今幸福美满的生活 韩志明 韩志明是一个积极向上 勇于挑战和具有责任感的人 在业余时间 他可能会选择看书和听音乐 来放松自己 开拓视野 韩志明在1998年通过电视广告出道 并在2003年出演了他的首部电视剧 《落成生死恋》 他的职业生涯中有许多亮点 包括在2005年出演了他的首部电影《青燕》 以及在2006年成为KBS电视台娱乐节目 演一家中介的主持人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韩志明凭借在时代爱情剧《京城绯闻》中的出色表演 获得了KBS演技大赏 迷你剧部门《优秀女子演技赏》 并入国了第44届韩国白小艺术大赏 电视剧部门最佳女主角提名 此外他还主演了古中剧《李算》 并凭借该剧获得了MBC演技大赏 《优秀女子演技赏》 朴宝英 从大理女子杜丰顺到灭亡 容貌都没有变化的国民妹妹 圆圆的脸蛋 胶圆蛋白满满 这个状态可以抑制20岁吧 朴宝英的演艺生涯始于2008年 当时他出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强敌们》 从而正式踏入演艺圈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他陆陆续续出演了多部电视剧 逐步在演艺圈展露头角 在2013年 他出演了韩剧《继承者门》中的女主角 车恩上 这个角色让他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他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贫穷 却坚强的女孩 与朴信扬设演的富家子弟 展开了一段坎坷的爱情故事 这部剧不仅在韩国收视率爆表 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朴宝英也因此成为了众多粉丝心目中的女神 朴宝英的性格 活泼开朗 阳光真实 这也是许多观众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在演艺圈内 他也是一位备受瞩目的艺人 在电视剧《大力女子多风顺》中 他与朴炯直设演的角色之间的甜蜜 互动和默契配合 更让观众们为之倾倒 这部剧播出后取得了极高的收视率 朴宝英也因此巩固了自己在演艺圈的地位 韩小舟 韩小舟的颜值从小就是相当出众 他在16岁时获得了MTM模特选拔大赛第二名 以及第九届韩国Biggery小姐选美大赛第一名 甜美的长相以及至于的微笑 让他在韩国被称为微笑天使 2009年与李生基主演灿烂的遗产 创下了47.1%的高收视率 迎来演艺事业高峰 两人也凭借该剧拿下SBS 最佳男女主角演技奖 及最佳情侣奖 剧中善良个爱的形象 也让他获得了印象女 玩本女的新称号 以往都以温柔婉月 轻型脱俗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眼前的韩小舟 2013年首次挑战犯罪类型动作片 间谍任务 饰演一位记忆力超群观察细致入微的警员 为了更贴近剧中角色 韩小舟减去多年长发 轻战的演技更让他一举获得第34届 青龙电影奖最佳女主角 韩小舟在电影看不见的爱中 和苏之谢有一场床戏 在记者会上 韩小舟被问到第一次拍床戏 是否觉得困难 他害羞笑说 苏之谢很会带戏 话讲完自己也害羞地低下头来 而苏之谢则在一旁补枪说 我床戏经验很丰富 幽默风趣的回答 逗乐了现场不少人 他的新作超异能族中 他饰演的就是一位身怀异能的单亲妈妈 不仅长得好看 还是韩国中午录电影咖 拿过百想事后和青龙影后 实力派女明星 近期因为movie超异能族 而获得大众赞赏和喜爱的韩小舟 日前更捧走大众事后的奖项 剧中的她 饰演一个高三生的妈妈林美贤 饰演角色千变万化 栩栩如胜的她 引起网友的热议 今天就先跟大家 一窥韩小舟的感情世界 看看怎么样的男生 才能贡献女神的心吧 韩小舟的感情观 一能让我依靠的人 韩小舟曾经提到 虽然性格温暖又可靠的男生不多 但她还是希望找一个能让她和妈妈依靠的年少男 所以当时有传 李中硕正是韩小舟喜欢的类型时 她表示 虽然李中硕是一个让女演员紧张的魅力演员 但因为我年纪大了 所以李中硕反而有种依赖我的感觉 因此便跟她喜欢的年少男不同 韩小舟的感情观 二 外貌并不重要 对于韩小舟而言 另一般的外貌并不重要 她更在乎的是对方的内心与性格 她希望对方善良 性格温暖 而且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 韩小舟的理想心 被很多男艺人选为理想型的韩小舟 但她却鲜少透露自己的理想心 在新任时期 她曾提过自己喜欢有独特魅力的人 而外貌就喜欢演员朴海日的这种类型 2016年 韩小舟到香港宣传电视剧W两个世界 在接受采访时 透露自己的理想型是香港演员梁朝伟 她觉得梁朝伟非常帅气 更表示 在看她的作品仍然会感到很心动 韩小舟的绯闻男友 一 江洞源 韩小舟跟江洞源相互合作过 宅配男 逃亡曲和人狼 感情深厚的两人 在2018年被拍到在美国洛杉矶 一同出游 因此传出绯闻 但消息一出两人都立刻否认传闻 表示他们只是很好的朋友 但他们看到新闻时 都认为是自然不顾的事情 正以为他们一向感情很好 所以恋爱消息一出 很多人都以为是真的 就连他们的演员同事 都跑过来询问 韩小舟表示 江洞源是一个 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的演员 拍摄期间感到疲累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好的依靠 足见两人的好交情 韩小舟的绯闻男友 二李中硕 2016年 韩小舟与李中硕出演的 W两个世界 戏内戏外都默契十足 非常甜蜜 在电视剧的花絮中 看到李中硕 摸了摸韩小舟的头发 行为亲密 两人的话续反应 让人不禁怀疑 不是真的在交往吧 而且两人在采访时 被问到理想型 李中硕更直言 韩小舟就是自己的理想型 使他们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扬 但他们对绯闻 并没有多做回应 久而久之 两人的交往传闻 也就不了了之了 韩小舟的绯闻男友 三江道涵 江道涵在2003年 通过电影《时尾岛》出道 之后出演了 《浪漫满屋》 《我们结婚吧》等电视剧 后来转型为企业家 其中发展赛马场的事业 2015年 韩小舟被曝 与江道涵通过好友结识 接着发展成恋人关系 更交往了四个多月 两人为了逼人耳目 所以交往的场所 大多都是江道涵 进的赛马场 和与朋友的聚会 恋爱消息一处 韩小舟便立刻否认相关传闻 并表示 两人只是好朋友 韩小舟出道多年 但对于感情生活 一直都非常低调 希望她为我们 带来更多精彩作品的同时 也能早日找到 能让她依靠的男生